為了推動蝴蝶心態農村教育 在鄉東會的學民探國中基盤一條 對著蝴蝶去上課的掛斷 我當當著在鄉東會準備了四百種不一樣的火災 包括馬應丹、佛澤蘭、丁丁火災 邀請專業的火災老師和學生怎樣來進 並且在航空搭著蝴蝶心態的教育本區 讓學生一起社区民眾實在蝴蝶心態 要如何來搭造一個適合蝴蝶生長的環境 首先要了解蝴蝶要吃什麼火草 然後大量來再講 透過這個過程 每次都有意義 我們也希望所有小朋友藉著這個活動 了解我們未來 我們南投縣希望可以打造成一個蝴蝶之都 可以了解哪些花花草草是蝴蝶所喜愛 哪些花花草草是蝴蝶所能夠去蜜食 能夠靠近的一些花花草草 讓小朋友再事先對這個有一個了解 學長很感謝農會幾位這次的體驗草草 除了讓學生吃了蝴蝶愛吃的花草 並且吃蝴蝶來 搭造蝴蝶生態教育學校 非常感謝農會的理事長跟總幹事 送給學校四百株五種的花草 讓我們來打造一個美麗的花園 然後也讓學生親手植栽 然後讓這個愛與生命力 種植在這個學校 為了要提供在地農業 在地農會在向來的國中修 都會不一樣的庫典安排 希望結合教育的體驗 自小孩來提供 那你與此國小 就推動我們的食農教育 我們來種財 那你新陳國小 我們就種我們的茶樹 那我們在明漢國中 那我們就種我們的花草 希望我們的這些國中小的學生們 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更加認識農業 更加貼近農業 今年蝴蝶行公所 配合農委會水報教 推動蝴蝶去流行的活動 希望民眾做會來參加 主要要讓我們的蝴蝶 來到我們的學校 讓我們學生 上課的心情能夠愉快 另外搭配到公所 水報教的跟著蝴蝶去旅行 蝴蝶飛過的地方 都充滿著我們的書鄉 蝴蝶飛過的地方 都充滿著我們旅行的氣息 日立向農會 透過教育的庫町 提供在地農業 讓學生食材 蝴蝶生長的環境 還有愛吃的食物 進一步來關懷土地環境 重視生態保養的工作 繼續歡迎昆叉方報道